一號 哈囉我是肯安 相信我這個影片初的時候 大多數的中小學生都已經回學校上課了 但是大學生們 VIOH,還在上課唷 那我问你是上课还是上网课 一般Covid都还没有完全断绝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离不开上网做功课 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不想钱包 大屏幕 又可以帮你做很多东西的平板电脑 你一定是想讲 且平板没有什么用的啦 得空拿来看细宝吗 又贵哦 买什么平板哦 一定是打游戏不了 No 平板不一定是贵的 今天要来开箱就是 1499块就买到的 华为最新MatePad 到底这个价钱的MatePad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看下去咯 从外型上面 如果你之前是有看我拍的那个MatePad Pro Yes 它们的外型超像 它四四方方 中框圆润 全面屏的设计只有一个颜色 就是毁 背部还有雾面的那种感觉 至于中量 MatePad只有大概450g左右 厚度就是7.45mm 至于屏幕方面 首先就是这一块2K高清屏 它有70.8%的MTSC色域 看细意看图的话 显色上面都是很美的 那比如说你上网买口红 什么姨妈色啊 豆沙色啊 珊瑚居啊 8比1分啊 在这个MatePad上面哦 看色彩还是还原的不错的 光影效果和画面细节都展现到很细腻 还配上这个Ryland的低蓝光护眼认证 长时间看其实也OK的 屏占比84% 长宽 16比9.6 变框就很载的7.9mm 配上一块10.4寸的屏幕 听起来哦好像很大哦 实际上你握起来其实又很暗手多哦 这个尺寸哦 你放进back其实是刚刚好 那MatePad和MatePad Pro的外形上面 最大不同就是什么呢 MatePad Pro的自拍镜头哦 是挖孔设计 而MatePad的自拍镜头 是在变框的正中间 而这个自拍镜头哦 它不是玩玩的哦 它是一颗8%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它的可视角度高达107度 那如果你上网课或者是开会的时候 想要夹夹 哎呀我出镜了 应该会马上被发现 然后抬走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主角模式的东西 是华为MatePad 独有的special功能 你只要举手 镜头就会认定你的位置 接下来无论你夹昂东 镜头都会自动追着你的脸 还可以裁剪画面大小梯 嘿嘿 不要以为14G就只有一块平板啊 它其实是会 wäre霉的键盘 而且键盘是跟cover一体的 有了键盘之后呢 你打字就会更快一点 怎样的好过 你在平板里面 讲到这边我已经猜到在座的 各位学生党还有工作人士 要问我的问题了 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MatePad 到底能不能用到你们需要的 Google Meet 还有Google Drive那些 GMS什么 可以啊 但是方式可能就麻花一点点 首先进入华为自家的browser 然后你点右上角的三个点选择Desktop Site 这时候你的页面就会变成电脑版 点击头像旁边的目录 再选择Google Meet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比如Google Drive啊 Google Photo啊 Google Doc啊等等 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就可以用 上课时间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打Game跟看戏的时间了 Auntie我还是要打Game的哦 那老爸到底会怎样叻 转过来平板看到这行字吗 哈门卡登 Maypad 大家哈门卡登调教了 四洋声器加四麦克风 打游戏的声音 看戏的声音 上网课老师的声音 This is a recorded online class demonstration 听说对于人声哦 Maypad 是有做一个特别的调整 就是比如说当有人讲话的时候 那个环境的噪音就会降低 然后人的声音就会更突出 至于电池方面 7250毫安 可以连续播放12个小时的1080p视频 然后华为22.5W的supercharge 半小时可以charge30% 所以我大胆的讲一句 如果你的孩子要上网课的话 Auntie uncle啊 你们给他留个20%电就好了 哇这句讲完我应该会被打 我打敏了 接下来就到了配置了 也就是上一代的MacPad 跟这一代新款MacPad最大的不同 就是一 上一代用的是Kirin 810处理器 这一代已经是用着Kirin 820了 新款MacPad有WiFi 6 没错这个价位这个定位有WiFi 6 WiFi 6比目前WiFi 5多了 四大优势 高宽带最大支持160MHz的频宽 高并发最高支持128个设备同时连接 低延时最低至10ms 还有低功耗大大降低30% 简单来讲呢 就是当你一家人全部都connect它咯 一个拿来看戏 一个拿来玩online game 一个下载很大的file的时候 都很顺 也不会影响到对方 不过WiFi 6是需要配合 这个支持WiFi 6的路由器 才可以体验到 所以这边咯先给大家抢先看 最新的 华为WiFi 6 AS3路由器 诶 这个出了吗? 还没有 Coming soon 这款AS3跟之前AS3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多了WiFi 6啦 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 它的价钱只要一百折九块 除了少了这个one tap to connect 功能之外 最主要的目的咯 就是要让更多人都买得起WiFi 6 router WiFi 6 AS3咯 拥有两颗独立信号放大器 就算你的手机不支持WiFi 6也不要紧 还是可以享受到很好的信号 但是要记得咯 你有了WiFi 6之后 它只是接收跟发送东西的时候 讯号变好 而不是网速变好 记得 所以咯如果你家的Internet 本来就是10Mac 20Mac的话 就算你买了X3 你安装了X3 你家的Internet 也不会突然变成100Mac的 好了说 那除了基本的配置之外 MapPad上面也有一支都觉得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华为Share 只需要Tap一Tap就可以在平板上面同时使用手机 还有App Multiplier 就是同一个App分开两个Tap 这些功能我都展示到不要不要了 所以你们放回去我三个影片 看回去啦 哈 总结来讲呢 这一台1499的MapPad 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第一不贵 第二功能多 第三台还有送一个总值665块的Free Give 包括了Keyboard 半字没有的 就特别适合学生或者是需要快速办公的社会人 反正现在Covid嘛 大家就一直鼓励Study from home from home什么的 就像华为的应用生态 像是我刚才讲的Nable App 华为Share 还有App Multiplier 都是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帮到我们的一些功能 所以MapPad算是一个 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东西的小帮手吧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的话 你们可以去华为广看看或者是去Caption点我的Link啦 这个影片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掰掰